大家好,我是书根罗门正 最近很多喜欢商业内容的朋友 想看我讲讲商业 书根啊,你忘了你埋的坑了吗 赶快出点商业的分析节目吧 那么今天,刚好趁着国内复工复业的浪潮 做一波商业分析 那最近最火的单品就是苹果的SE第二代 在某多多上已经来到了2899的猪肉价 我一时恍惚 这还是那个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苹果吗 直到我打开了苹果耳机的官网售价 对不起,我打扰了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啊,这才是苹果味,打扰了 而凭什么苹果耳机能卖到这种价格 我在某多多上买一个9块9包邮的无线耳机 它不香吗 除去品牌溢价以外 TWS耳机也是苹果的卖点 什么是TWS呢 TWS是英文 Tri-Wallers Steelware的缩写 即真正无线立体声的意思 是苹果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TWS蓝牙耳机 AirPods 树立了TWS蓝牙耳机的行业标杆 但是其高昂的价格和容易丢失的概率 让广大吃土群众望而却步 我的某位女性朋友就因为只丢掉了一只 但是却只能重新花大价钱购买单品 故而愤愤不已 我连夜去她家安慰她 并说道 幸好切个瓦剌出来不偷苹果耳机 要不然只立美你好果子吃 试想一下 天天换正版苹果耳机 可不把你家都给拖垮了 通过这位朋友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姐姐用上了无线蓝牙耳机 那为什么无线耳机这几年的发展如此的迅猛呢 大家也知道因为传统有线耳机的日常整理困难 和越来越多的手机为了更薄尺寸而取消音孔味 蓝牙耳机成为了一片绝对的南海市场 这可比美国人相信的英属岛屿的咖啡品牌某信 所制造的一亿中国人天天喝咖啡这事靠谱多了 但是目前的市场却很少选择 这就好比罗老师买咖啡一样 我明明要的是价格低 性能好 品牌优的商品 但是你非要我在 苹果 小草 山寨里面选一样 那我只能 但如果有更好的性价比 更好的品牌 我相信大部分和我一样吃土的央曼 是不会选择苹果的 但目前山寨苹果耳机 你不得不服 妥妥的市场霸主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山寨苹果耳机的市场规模 出算有数十亿金额 这可是一块非常诱人的大蛋糕 也值得我们从商业逻辑 去分析它的形成和发展 目前来看 亲民优秀 性价比高的无线蓝牙耳机 是大众的呼唤 现在国内市场充满了华强北的山寨产品 就是这个刚需的表现 而如此肥沃的土地 自然不会少了眼红的诸侯际遇 国内的大厂们也逐渐认识到这片南海的存在 小米 华为 OPPO 微博 中国四子 纷纷重拳出击 积极的布局到这一块市场当中 并都推出了自己的品牌产品 其实目前市场上卖的最火的山寨耳机 普遍价格都是在400元以下 也就证明了在这个价格区间 才是大部分国内消费者 对无线耳机的一个价格锚定 毕竟我们工业白菜价的能力 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三菜产品 在如今这个产品升级普遍的年代 还大行其道呢 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简单来看就是两点 第一是对产品品牌的文化追求 虽然已经0202年了 但是崇拜洋品牌的意识依旧存在 我经常在直播中 所提到的文化之名就是如此 国外的月亮就是圆 国外的东西就是炫 恨不得把自己从里到外 都换成洋玩意儿还满意 这其实是一种话语权的趋势 一种精神的病态 不过目前已经大大的改善了 尤其是在网络流行文化中 中国年轻人的自我追求越发的显著 第二就不得不提到 华强北的山寨能力 如果能够将山寨产品的质量 做到原品的一半 但是价格却只有五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的话 那就是品牌溢价值过于高昂 既然能够完美装苹果耳机的面子 那为啥要花大价钱买正版呢 同理很多人买山寨鞋子也是如此 再次引用罗老师的经典名言 又不是不能用 但是山寨产品始终有一个先天性的巨大缺陷 那就是产品没有一个信用被输 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对山寨耳机的降维打击 因为山寨耳机最为恐怖的地方 就在于品控的不确定性 但你没有戴上山寨耳机的时候 你永远测不准这款耳机的质量是好是坏 这就是没有品牌的坏处 这就叫量子耳机理论 品控始终处于一个叠加状态 使人提心吊胆 而一个良好的品牌能够带来的最好优点 就在于它的品控 它的售后 它的服务 还有它的质量 它的研发产品力和品牌保障 以前你可以说你没有选择 因为那时候市场上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但是现在不一样 国产品牌的发力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项 而目前国内品牌商中 我觉得OPPO来做这个市场 是有先天的品牌优势的 可命年轻的朋友还记得 童年时期难忘的OPPO广告 但只有广告 怎么能在大浪逃杀的前十年杀出重围呢 这是因为OPPO之前 就是享誉全球的蓝光机制造商 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专家 我们大众对这个品牌的认知 也是有这个产品记忆的 所以在音质这一块 OPPO的产品认可度 是先天性的优势 而OPPO作为国内顶尖的厂商 在整体的整合上 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 品牌的力量就在于质量的保障 品控的保障 最近OPPO上线的OPPO ANKO W31 真无线耳机 不要599 不要499 仅售299 连苹果耳机的零头都不到 299 你可以拥有行业最低声音的延迟表现 大家知道 手机吃鸡游戏听声变味 而高手过招往往击杀对方 仅在电光火石之间 一毫秒的差距 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选择一款低延时的耳机 才能在游戏中占据先机 299 你还能拥有双麦克风通话降噪 是的是通话降噪 这是对电音 风音噪音 喷卖音过敏者的福音 如同亲自面对面交谈一般 清新舒畅 是你和男朋友 女朋友 男闺蜜 女闺蜜 红烟自己 男闺蜜自己 包电话的不二选择 299 你还能拥有 杜石墨西 复合正魔喇叭 低失真 高回弹 做到了中音准 高音点 低音进的水平 在你没有上述的 男朋友 女朋友 男闺蜜 女闺蜜 红烟自己 男闺蜜 等人的时候 你至少还能拥有音乐 一首悠扬的情歌 伴你回家路上 不再孤独 我经常说 科技产品的魅力 在于它对人类的推动 而不是对人类的异化 如果一个产品 能够提高生产力 提高人们的审美 那么这个产品 就是一个好的产品 最后想为 OPPO ENCO W31 争无线耳机 写下一句广告语 解放双手 是为了去做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期待着 科技带给每个人的解放 留住最真的